不好意思是誰跟我們講一下嗎 為什麼要這樣虐待小朋友啊 有沒有什麼話要跟爸爸媽媽說 從監視器畫面看到 原本在整理棉被的保姆突然突手推擊幼童 接著重重一掌打上幼童後腦 並拿起鋪好的棉被又是狠狠朝幼童打了兩下 一度停手後再次用力推擊 幼童重心不穩直接臉朝地往前鋪倒 更過分的是保姆又拉脊又童狠狠重摔